小片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没有 那他能去哪呀 我也不知道呀 他平时经常去的那些地方 我都去找了 就是没有看见 这是不是跑出去玩去呢 也不会呀 他平时跑出去玩 半天他就回来了 这都两天没回来了 那怎么办呀 你们这儿装备有没有监控 要不咱们去查查监控吧 就是没有呀 我们这山上谁家装监控呀 好了好了小柱你先不要着急 施作他有可能就跑出去玩去了 我再陪你去找一找 走 小柱 那上面邻居你问了没有 是不是跑他们家里去了 我都是已经问过了 他们家都没有 包括山上连纪的我都去看了 好 那小柱咱们再过去看一看吧 嗯 小柱 阿姨他们在那儿吵啥 咱们过去看看 阿姨 叔 你们在那儿吵啥呀 我们狗子经常往摊这岗子来呀 那我估计就是他把狗子给我们整齐跑了嘛 他经常有个人说你念我菜呀 我不念 叔 叔叔 我知道这个 咱家大黄丢了 你们很担心 这会儿 这个心情太激动了也问不出来什么 小柱 你先把 阿姨的树子带回去 我来问问伯伯 那我再喊你要找他 你经常往他里来来 我知道 叔叔 你先别激动 你们先回去 这个事情交给我 我叫他把狗子找到的 叔叔你先回去 小柱你把树子带回去 听我的话 我帮你们找 阿姨你们先回去 阿姨你们先回去 你看这个狗呢 他也不吃青菜 我看你这绷子 还有这个防小鸟的东西 那小狗有时候在那里 可能就是连连麻雀 怕害你装脚 其实那黄狗呢 我看也挺同人性的 就是看家后院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狗在哪里去了 狗子在村上 那一个棉包天花 只望你们买了 卖了 那不可能呀 那小柯一家人 把这个狗 当成家里的亲人一样 怎么可能把他卖了呢 我都不知早了 你看这是有一个面包车过来 把狗拉走了 一个面包车上来 肯定拉走了 那可能就是 狗贩子拉走了 不好意思 误会你了 他们看你经常打狗 所以误会你了 不好意思 回去给他们说一声 好 阿姨 你刚才误会那个伯伯了 那个伯伯的确经常打你们家狗 他是害怕 那个狗去他们菜地 你吃他青菜 我也给他解释了 我说 大黄不可能吃你家青菜 我说这院子里面 这个麻雀比较多 那个狗呢 可能就是驱赶驱赶麻雀 他说他的确是打了 但是狗呢 不是他弄走的 就是前两天 你们不是也不在家吗 啊 春天来了个面包车 把狗拉走了 他以为是你们把狗卖了的 我们怎么能够卖啊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可能卖它 那可能就是狗贩子 你那么正 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你们这身上也没有装摄像头 想去把他追回来 肯定也追不回来 也查不到是谁 啊 小鱼还去找去了 那叔 现在这个事情 没发生 已经发生了 你们就把那个心放宽一点 我先去看看小鱼 好 那你就去看看他 小鱼 小鱼 小鱼你别找了 找到了吗 张哥 没 没有 那我得去把他找回来啊 他都已经两天没回来了 小鱼你听我说你别找了 找不回来了 为啥找不回来了呀 村里抢几天拿个面包车 把他拉走了 他们把他拉走干啥 可能是 你家狗卖的好看 也特别通人性 来回去养去 那么多好看的狗 小鱼拉他为啥要拉我们家的狗 张哥 他们把我家的狗拿去 是不是要把他吃掉呀 小鱼你别乱想 怎么可能不会的 那他们把大黄拿去干啥呀 可能就是知道 大黄好看 你回去养着了 那只狗 我养了好长时间了 那只狗 我养了好长时间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只狗是我外婆送给我的 我之前也常听别人说 村里会有会有人来把狗拿出去卖掉 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我们家狗也被拿走了 那只狗 那只狗 你别太相信了好不好 不只有一只狗 但是我明天再给你买一只狗 好看的是不是 那不是买一只的问题张哥 你买再多只 你买再多只 那也不是他呀 在我心里 他不仅仅只是一条狗 他陪伴了我这么长的时间 他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了 他跟我的朋友跟我的亲人是一样的张哥 对不起小语 对不起小语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么伤心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我只是想安悦安悦的对不起 对不起小语 你别哭了吧 你不用跟我对不起张哥 还是怪我 怪我自己不该管我 没有看住他